要在競爭激烈的二十多萬日系SUV市場上特位移出 推出新車後再推出Facelip型號 我覺得未夠引人注目 所以很多車廠代理都不單是Facelip那麼簡單 近期試過的Cashcry 波箱及引擎都換了 我們今天試的302 Grips Cross 亦有新項目加進去 因為由頭輪變成四驅 要保持新鮮感 外形的確需要有些不同 過往Eclipse Cross有很多電腦東西 今代變成黑時陽 軌面罩 輪圖 側鏡 側擾流 尾泵白 全部變成黑色 你看到黑色的就是新款的 車廂上基本上的變化不多 但有多了一項很重要的設備 留意一下軚盤前方 多了一個Head-up display 我在2018年測試這部車時 應該說這部車是極齊了的SUV 去到2020年 一樣齊了 包括甚麼呢 我坐的皮革座椅 司機位還有電動 前後雙天窗還可以各自獨立開關 雙區的恆溫冷氣 竟然有暖椅 電子手掣 自獨立開關 多功能的軚盤 留意一下撥片 法拉利也未夠大 在主被動安全上 亦是齊了 Airbag 必備的 還有甚麼呢 測試它的自動巡行系統 Link Assist 還有防撞預警 二字頭的車可以做到這麼多設備 怎樣說都是值得買 但我2018年要罵的事 現在一樣是罵 因為這個音響機頭 依然是極之老套 而且它進入了泊車輔助的鏡頭模式上 不夠清晰 讓我出這部車時 第一時間便宜了 這部車的重點是甚麼呢 底細力大 它是用一台1.5公升的四缸Turbo 但它可以爆發出163匹馬力 幾乎是同級車內最大馬力 駕駛後 你會覺得這部車比同級的SUV 在動力上爽快很多 這種爽快在於哪方面呢 起圍上 低扭上 都是比其他車友誠 你駕駛後覺得這部車是Sporty 而且它的底盤調校亦是偏向Sporty 軟掛不會軟 底盤不會有任何扭曲 你要砌它 要砌它 在前輪車的年代已經不會對你手搶 波箱亦是CVT波箱 但它分成八個波段 效率是不錯的 你不會覺得有聲母 你踩它不會有很大的power loss 你用加減波時 它亦有適當反應 可換性是足夠的 新版本加入了All-Wheel-Drive的四驅 在中控台上有一個按鈕控制 它有全自動模式 雪地模式 碎石模式 只有這三個調校 你不可以控制何時行頭輪 何時行後輪 亦不會知道它的分佈 所有東西由電腦控制 但我在測試上 覺得這部車的確駛上來 與我之前試過的頭輪車有分別 多了甚麼呢 就多了一個後軸的穩定性 例如上山的窄跑臂彎上 這部車的尾巴是明顯比一部頭輪車好 當然很多人都會說 這些SUV其實要一部頭輪車夠了 但如果你要一些很激進的駕駛 享受在彎道片來片去的話 的確有四驅比頭輪車好 這是事實來的 在穩定性 肯定性 安全性上 四驅都是比頭輪車高的 這部車亦有些地方要稱讚 例如在一般滿足情況下 車廂的縮靜性是強的 引擎和波箱的雜音不多 懸掛你會感覺到彈跳 但它的路噪不高 如果你有朋友買了這部車 你要記住這部是歐洲出口版 打燈在左邊 最後談及車價 比起2018年貴了兩萬元 但多了這麼多東西 黑色處理 黑色處理 整份四驅系統 加幅算驚人 合理 但與我上次試駕駛一樣 這部車買這價錢最麻煩的地方是 有一部同級的對手都是買這價錢的 而且它非常好賣 大部分購買SUV的人都會先考慮這部車 當然我不能把兩部車比較 因為是兩項東西來的 但事實上這部車在憑車感 設備及設備及各樣都非常稱職 當然吸引度及注目度 不足夠大牌子勁 但如果你覺得追求這部車 有駕駛感 有豪華設備 有操控性能的話 這部車無疑是一個好的選擇 試完車或是你一定會改觀 號召有心人幫學生撐足一年看蘋果 請職行動